大家好 欢迎来到Jose's Toy's Talk 首先跑车不一定是赛车才开的 电竞耳也不一定是打机用的 现时这个社会我们可能有很多时间 都会坐在这做事 读书 或者打游戏机 所以一张椅子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其实道理上和我们将床浴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有大概六至八小时睡觉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花多少钱买一张舒服的床 但其实最搞笑的是我们坐在这的时间 其实比睡在这多很多 但我们在投资方面 我们投资床浴多于在椅子上 所以今天介绍的就是Synox Synox是一间香港本地公司 它专制造一些电竞椅的 首先要多谢Synox提供这张椅子给我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我就拍不到这段片 我现在这张椅子就是一个系列的 叫做Saturn Series Saturn系列 它总共有四个蓝色 要自己安装 其实安装是不难的 之后那段片 其实是有展示给大家看 如何安装 还有最重要就是 我会对比三款不同的办公室椅 看看哪一个最好用最划算 根据他们的价钱功能和实用性 希望大家喜欢 请看点赞 订阅 订阅 较慢 请看 订阅 较慢 也订阅 较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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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都会这样坐 然后我最后这一张就是所谓的电竞椅 你会看到 首先我已经标明了一些价钱 这个买的时候大约是1500几 再加运费 这一个传统椅本身是1800几 再加运费 这一个就是Synox的电竞椅 它是1999港币 这个包含运费 唯一不好处就是当然要自己安装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 另外这两张就不需要安装 它们已经送到过来的时候已经弄好了 所以其实有这个分别 你会看到这个就1500几 其实它就補两张巴顿 有得升降 当然了这个就可能是适合于有些可以较高矮的一些台 这个就会比较方便 其实就是360度珠就是这样了 这张传统的1800几 再加运费 它这一道旁边它就可以按住按键就可以扭左右 亦都可以调高的 还有就是这里又在升降 又是360度转 后面 后面这里其实它就没得移动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你说好像这样对比一下 腰也可以说有点贴的 但始终你可能在旁边 可能这样会看得好一点 其实你真的贴得好 头虽然可以调 但贴得到其实要么就要这样坐 但其实你不会舒服的 最后这张就是Synos的椅子 其实它是一个跑车型 它会有点分别 首先你坐上有点真的坐上跑车的感觉 因为它是比较包围着你的嘛 它有一个腰枕 还有一个颈枕 因为通常那些人做事都是会这样的 或者想恶后的时候 停止条其实都会这样的嘛 所以呢 这张椅子就会好一点 它可以完全 就算你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帮你 护到条颈 条腰也是的 那它旁边这个呢 它就没有传统这一款可以左右 但它也是有升降的功能 那这张椅子也可以是 升降到的 是的 那然后你会见到它旁边这个位 它这个位呢 就可以拉的 就是好像跑车那样 这个拉直 然后或者挨下去 那这一只呢 它都可以180度这样平睡的 那你说舒不舒服呢 其实我经常都会这样睡 有个类似枕头的枕 再加上 条腰位刚刚好的其实 那其实是相当之舒服的 那当然了 我有时候会 落高脚这样 这样想东西或者做东西 那你说要弄一只的其实很简单 都好像 真的跑车那样 托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真的 你说功能上的 其实 这三款 这个其实只是纯粹的样子 这个 这一款就不同 就多很多功能 这个就是很传统 你说 它会是正正常上的 一张office 登 但其实是没有特别的 那如果你说价钱的 其实 说真的你1880 1880几 1800再加的 加上运法其实 说真的都 一是跟这张差不多 或者用贵的 但是这个真的是便宜一点的 但说真的就算便宜也是便宜几个水 那如果说真的以型的 可能这张也会很型的 但是实用性就比较低一点 这个就不同了 但其实我最喜欢反而是因为 还有它的腰枕和颈枕 如果全部东西总括加起来 其实这张可以完全不用想的了 因为大家都是抬高抬低的 升高升低 没有特别 但是价钱这个价格更贵 那如果你想看的 我想是上班的 就一定是 你这样 这张除非你做Designer工作 那就可能要了 但如果不是的 一定是 这个绝对会是首选的 这个就